五毛鸡汤在锅里面煮沸 五毛和鸡肉做回品尚 让人吃一口吃一口 看不出来这道米味的料理 竟然是林董的料理包 今天也是一个主轴 就是我们推出一个牛蒡鸡 这个是去年我们一年前的牛蒡产业 我们推出牛蒡脆片跟牛蒡面之后 获得很好的回响 之后我们在这个期间 再经过一年的盐花 我们推出这个牛蒡鸡 咖喱咕嚕火为了提款五毛的付加鸡鸡 除了新三五毛鸡 五毛鸡 还有五毛麵之外 现在要先提出五毛鸡汤 只需要加水加热 非常方便 这个牛蒡鸡我介绍一下就是说 由我们产销班所生种的牛蒡 我们严选它的牛蒡片 经过处理浸泡之后 我们确取它的那个浓缩的牛蒡汤 牛蒡那个精华来煮那个鸡肉 可是鸡肉我们是有盐选 不是肉鸡是我们是有那个黄土鸡 下去做 所以它肉质也非常好 吃起来营养价值高又很清淡 你也可以当小火锅煮 加一些你的菇菜类 或是蔬果类 下去煮就变成牛蒡的小火锅来品尝 新三片一堆厨就受到消费者的好品质 咖喱咖喱会也希望做处来提供在地散业 任代提升农作部的鸡蛋 也帮助農民稳定消量 下文成袁 下文 SagRam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现在立即松